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它用的是花莲在地好山好水孕育出的无毒健康株 品种还是源自日本国宝的六百株 而且只挑肉质Q弹的后腿肉 以天然玫瑰盐盐调味 无法烫烤四个小时 过程中必须以手工转动火腿超过两千次 均匀受热 再以快末烟熏而成 吃得到丰盈肉汁并且蕴含淡淡的快末香气 曾经创下一个春节热卖上千条的记录 但你知道吗 这精品火腿曾经一度从市面上消失 是谁让它呈出江湖 至今仍稳坐火腿界的精品宝座呢 带你一起去了解 除了调味料之外 全部都是肉 没有加玉米粉 淀粉类 那些东西下去是要充填它体积 成本会降低 要熟透但是水分不能让它流失 假如说要烤熟那就很容易 烤熟就让它熟就好了 你要烤到 跳到 我们以前都是买外面的啦 后来吃过它们的以后 真的明显的不一样 看得到肉的味道 这个一查就知道这个是很高档的东西 很用心在做 在售价上面我们就是没有做折扣 他们说它价格这么硬啊 那你们跟LV一样啊 这么硬都不能打折 想要品尝一公斤要价上千元的LV级火腿 你要找寻的地方不是台北的贵不百货 居然是花莲后山的一间小食堂 弟弟你要吃火腿吗 我另外再切给你好不好 我们弟弟非常喜欢吃它们家的火腿 它们的火腿吃起来就很样不一样 然后吃过之后你就不会想吃其他家 怎么样什么样 因为就是你吃到肉的感觉 不会粉粉的 然后会吃到那个浓缩的那个肉的汁 所以带小朋友也是特别安心的 对啊 因为我觉得它们的东西就是不会特别添加什么 妈妈可以偷懒一下孩子一样吃得安心 是因为精品火腿的生产过程 其实多年如一日 实实在在 我们就挑猪的后腿肉的部分 其实那种感觉就像是鸡腿肉 鸡腿肉那些咬起来它就很有弹性 然后肉质也甜 是为老店第三代 一山尊兆阿公时代的古法 选用花莲在地的无毒健康猪 品种源自日本国宝六白猪 而且只挑口感Q弹的后腿肉 再细心挖除 藏在细节的魔鬼 像这个白色的筋膜 它吃得会很 就是 就咬起来口感不好 要的话就是只取它的肉 那整块肉是可以用的 那再来去切片 原来精品火腿的做法与众不同 一般将材料搅成泥 比较好充填 老店则是切成一片一片 特别保留猪肉本身的纤维 不过一片一片的猪肉 要怎么扎扎实实 腮保长衣就是手筋的挑战了 这边的话其实双手都用力 尤其是右手的骨口 骨口这边要掐得紧 然后控制肉出来的力量 仔细瞧 冲田火腿的时候 一扇的手臂就会抱筋 平常可能没什么感觉 每到年节的出货高峰期 一天最少冲田上百条火腿 手工这档事啊 可是会让人的手都抬不起来呢 平时就起十条的产量这样 但是过年过节 订单比较多的时候 大家要做到手都酸 发炎甚至都要去打针 即使累到跑医院 还是坚持要手工 就知道老店对品管有多龟毛 当中用来冲田火腿的长衣 还要求它会呼吸 长衣的话它是植物纤维的做的 那它这个表皮它都有毛细孔 烟熏的时候烤的时候它耐热 但是烟熏的话那个可以上色 然后气味可以进去到肉里面 红砖大造里的木炭正烧的火红 准备好迎接会呼吸的火腿 曾经被喷过 没有 有被喷过 喷到眼睛 还好 是 还好 那刚喷到一刹那 我把那个眼帘闭下来 没有直接喷到那个眼睛 但是也好 宁愿冒着被火纹身的危险 郭爸爸依旧坚持古法 手工探考 虽然现在看火是这样 那你要想象它的火 等一下下一分钟它会烧到什么程度 都在 它会进行室嘛 不是说固定是这样 要是火太大的话也要把它这个 关起来 让那个温度降一点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 它必须寸步不离守着炉火 还得将手臂伸进高温烤炉 手工转动火腿好均匀受热 哪一个位置的温度是用手去感觉 了解下面要怎么去让那个温度均衡一点 所以这也没有办法靠机器去带 机器应该更平均 只是机器烤出来的味道就跟这个 木炭烤的不太一样 就是要让火腿染上这股炭烧的味道 我爸爸得忍受高温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前前后后 正正反反 帮火腿乾坤大挪移 仔细计算 要烤出一炉42条火腿 至少要手工翻转2000次 这个都是烫伤的痕迹 即使拥有60多年的老经验 郭爸爸一不留神 还是会留下烙印 这不只代表老天坚持手作的精神 也诉说着他对父亲的怀念 照片里戴着黑框眼镜的 就是老店的创办人郭靖盛 1939年日志时代 在花莲经营高饼店 后来北上跟日本师傅学习做火腿 风味独特 意外地从配角变成了主角 偷偷地讲 我父亲坐脚说NG的产品 他不能卖 但是可以吃 那我们兄弟两多都拿来吃 很开心 可是到了晚上比较大的哥哥 我是比较小 我排行老七 那我记得我二哥 我二哥来跟我讲 他说你们这些弟弟你们都不懂事 这个不能卖 爸爸妈妈是很心急的 很伤心的 看你们那么高兴 吃得那么高兴 那时候我才 那时候还很小 可是已经有稍微感受到那个生活 大人生活的那些难处 随着创办人年老历衰 西夏子女各自有工作 无人继承家业 老店不得不吹起了熄灯号 那些老顾客就发现说 知道我还是在还在花莲 那我就来找我 因为忠实顾客的要求 当时在中油工作的郭爸爸 在自家后院架设了红砖大造 只有在年节前夕限时限量生产 你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呢 我的老客人买了寄给他的朋友 那他的朋友不好意思跟他要 就凭那个包装纸找到这里来 他怀疑说 怎么像是住家 他说是不是卖活怎么对啊 要先预约 什么时候预约 现在预约可以 我说要过年前的50天 以前我要 因为我在上班没有很多时间 我还要那个调配原料 然后在过年前的两个礼拜才开始 烤 对 我们为什么要趁照啊 是给我参考是不是可以 到放烟的时候 因为放烟的时候还会继续熟成 你不能等到全部熟 那这样烤出来就干的 干的就不好吃了 郭爸爸口中的放烟 是指用香味浓郁的块木烟熏火腿 放烟要把上面的那个汤要拿下来 因为温度要降下来 不然的话那个木屑会着火 着火就没有烟了 要让它焖烧才会有烟 由于这个阶段是品质的关键 因此长达一个小时的烟熏过程 郭爸爸瞇瞇眼睛忍受被烟熏的不舒服 一次又一次伸手进入高温烤炉 确认火腿的热度 每一条都很完美 这条也很漂亮 连烤带勋要花上四个小时 精品火腿才算大功告成 一山赶紧上前帮忙擦拭火腿可能沾上的炭灰 细心呵护的态度很难想象 他对家业一开始其实没有太大兴趣 直到看见阿嬷落幕的神情 民国七几年之后就是店收掉了 花莲一些老店持续的就是发光发热 然后做了一些转型 做了一些改变 那我因为工作关系 回来会跟阿嬷提到这些事情 那我觉得从她的一些言谈 或眼神里面我觉得一些落寞 那这是阿公阿嬷他们打拼出来的 那他们也靠了这一家店 他们养大了这个七八个小孩这样子 既然决定放弃最爱的新闻工作 重新擦亮老店的招牌 一山很努力 首先他改变原先家庭工厂的经营模式 仿造百货的精品专柜 帮自家精品火腿开设漂亮门市 交由时尚的服务人员进行销售 当老板的他则退居幕后当盟市 像这个筋啊 油啊 衣血啊 翁锡啊 这些小细节都要拿掉 然后还要看这个猪肉 有没有新鲜啊 漂不漂亮啊 肉色啊 是不是真的是后腿肉啊 老板注意的细节太多了 比一般我待过的那个还要多 没有风啊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是讲话而已啊 我也没有凶他们 他们就哭啊 而且妹妹就来的几乎每个都哭耶 我只跟他说事情该怎么做 然后我也是 我没有大声骂啊 有的会认为说 那何必这个样子 何必要求那么细 何必这么龟毛 何必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自己认为说 那如果没有这样 他好像就没有办法去 陪衬得上这火腿他本身的精神 因为他在工厂的部分 从原料 从猪肉生产出来 他每一个步骤就是很仔细很讲究 那你对应到门市来 你的服务也好 或是说我们希望门市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 我希望要有一点点要求在里头 在益山的准准教诲下 当初那些被念到哭的小女生们 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念了 一会儿他们是最佳销售员 一会儿又化身平管石 好 比如说十点出炉好了 大概下午三点才能包 都没有想过用机器的方式 让它冷却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好 如果你真的用机器冷却的话 就是在肉质口感有差 原来刚出炉的精品火腿 不能马上出厂见客 得耐心等上五个小时 自然冷却 好确认品质完美 外皮皱的话 刚出来是不会皱的 温度很高不会皱 它要有那个冷风吹到 它就会这样的 类似这样的皱 那你看这个皱子里面有肉汁 每一条里面都有肉汁 这个就是完美的 从备料到饭售 精品火腿的制作过程 起码要九个小时 老店费工耗食的成品 直接切片品尝就很美味 吃得到丰盈肉汁 蕴含的香气 此外记者出身的翼山 还发挥过去的见多试管 创意混搭精品火腿 和骨锅蛋糕 你会觉得是 好像有点冲突的东西 但是搭起来还蛮满的 每次来这里都还蛮期待 吃到这一道 那原本老板是要我说 买那个比较便宜一点的 因为他觉得做生意用 用那个就可以了 可是后来我跟他说 我们还是坚持用原本的 单价比较高一点的 因为那比较香 而且它是台湾的 不是大陆进口的 对 那个老板是说 那个这样不会太紧 因为那个单价太高这样 是 难怪我们早餐那边好 对 对 对 我们的火腿比较不一样 它有肉汁都还在上面 那如果说消息熬煮的话 它就会比较彩一点点 没有味道 那所以说我们会建议 就是最后再放 要吃的时候再放 随着精品火腿越来越受欢迎 市场不再局限于年节伴手里 一山为了推广多元吃法 又有了新点子 就是一天只卖三个小时的神秘食堂 因为很多客人一直在问 说火腿怎么吃 那我们就想说 好 那是不是我们 因为平常我们早餐 也都有用到火腿 自己家里早餐都有吃到火腿 那我们想说 是不是我们就把它 变成是一套一套餐 跟客人介绍说 我们在家里使用的方式是这样子 用来搭配精品火腿的食材 都是一食之选 有天然红宝石之称的 红人土鸡荷包蛋 保健效果高的紫芯番薯馒头 还有花莲在地小农生产的蔬果粥 吃过很多次 然后每次都吃不一样的套餐 对 然后我觉得 就是它不会说 因为套餐的不一样 而有哪一些食材是比较弱的 我觉得都很平均 建议老板 就是说其实他的套餐 可以放一块小蛋糕 最后给客人品尝 因为很多客人知道他有火腿 可是没有品尝过他的蛋糕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形象 这个人好好 还帮老板你相信 没有 因为我觉得 把他当朋友 而且是好的店 我们就希望他能够长好 最感动人心的 就是这一份七十多年来 实实在在做生意的态度 难怪值得细细咀嚼 慢慢品味 稳坐火腿界的精品宝座 花若盛开古典子 那人若精彩的话呢 天之安排 日本师傅这样教他 他就教爸爸 爸爸流传到 传到现在 整个的制作过程 我觉得 就坚持在那边不要变 让他火腿本身 该有散发出来的 吸引人的地方 吸引到喜欢他的人 欢迎收看 近期的台湾 当山猪遇到巴黎铁塔 会碰撞出 什么样的美食火花呢 原来这是一道 隐身在花莲太鲁阁的 原住民冲印料理 打破一般人认为 山猪肉只能炭烤的印象 选用肥瘦均匀 肉质Q软的猪肋排 以山胡椒等香料 冷藏腌渍24个小时入味 采鲜蒸后烤 带出外酥内软的 美妙口感 再搭配猪筒饭 部落野菜 小米酒等等 原汁原味 信了国内外的老桃们 专程上山尝鲜 但料理的幕后推手 并不是原住民 而是一个热血的汉人 他不只让原住民美食大卖 还翻转了部落原本的困境 山猪遇到巴黎铁塔 女孩子笑好棒打薄心狼 你看到吗 笑不透 原住民的手劲还挺巧 所以那个村长是原住民吗 不是 他不是 村长来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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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归属感 然后很投入了 就不是说我要做秀这样 带有一种好像家长这样的 带着这些小孩 台湾没有世界遗产 那世界遗产的人 曾经来泰鲁阁调查 来问说 这个将是以风景下的 申请世界遗产有希望 但是以前这里有 泰鲁阁族人住在这里 就缺少了 那缺少了 这一块 老实说就由我来复制 原来美丽的泰鲁阁国家公园里 还藏着一个桃花园 泰鲁阁族语 部落湾也就是回音的意思 吉他坎那路啊 吉他坎那路啊 祝福他们的力量 祝福他们的力量 好 炒地瓜它整都在外面 然后7月50分左右的人 要参加晚会 距离晚会只剩下一个多钟头 有人得抓紧时间赶路 我刚开始表演多辛苦 因为员工比较少 以前只有十几个员工 那员工下班了 今天晚上有个五六间的客人 晚上要表演 可是今天晚上当班的 他们都学校以前也没有学 那会表演都下班 我就在下山开车 带他们上来表演 表演完再把他们送下去 那为什么要多小心 因为我主要是让他们的父母 觉得安心 看到村长就安心 在部落湾 我们是一家人 就像孩子们唱的歌谣部落湾 过去真的是太鲁阁族的家园 研究太鲁阁族 所以才研究到近代史 当初这个太鲁阁族 这边97个部落 有一个总统 日本参加为总统 就是哈鲁德纳威 他从1986年 就一直跟日本人周旋 像部落湾这一站 日本人写得很清楚 攻打不下来 全部用毒气弹来毒 才把这里拿下来 祖先被迫迁移的历史 或许孩子们早已经忘记 但村长希望他们牢记占心 他培养孩子们 透过歌舞 帮家园说故事 有是我们发现了猎物勃偷 结果非常的失望 全面都是人 虽然舞台表演多少带点娱乐效果 一旦有人超越尺度 不管对象是谁 村长立刻化身强悍的头目 我们有些客人水准不够 他会讲他们是环 或者什么之类的 我都觉得很不尊重 人到我上场的时候 我就特别讲 我自己本身没有小孩 这些都是我的孩子 我说你们来这里 尽量不要讲那种 他们比较不喜欢 其实我心里有数 如果你要切膏 你现在就走 我不会收你钱 你最好是走 我觉得你太不尊重我 为了保护部落的孩子 村长不惜得罪顾客 很难想象他的真实身份 居然是饭店老板 服务业不是应该以客为尊吗 整个晚会完了以后 客人都围过来 其他客人 村长我们全部支持你 所以我要让小孩知道说 村长会站在你们这里 我会保护你们 择善固执的态度 让他得到当时 大多数顾客的支持 还成功打造国际知名的 原住民主题饭店 比亚树是我们泰鲁阁族的问候语 就是你好吗的仪式 因为这个问候语 是明天早上早餐的通关密语 如果你回答不出来 当然就不能吃啊 因为会怀疑你到底是什么房客 可是如果你明天真的回答不出来 可是你很想吃怎么办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报今天入住的房号 这里你不来真的很可惜 就算你躺在那个草地上 只会飘驾了已经 来到这里不做这一件事 你也会觉得很可惜 对着嘴巴这样 发出声音要 发出声音 好吃又好玩的原住民创意料理 名称更陡趣 叫做当山猪遇到巴黎铁塔 山猪指的是猪肋牌 这个不难了解 那么巴黎铁塔呢 有些东西会让你印象很深刻 尤其是你自己去敲那个 竹筒饭把它敲开 只靠一顿饭就叫人印象深刻 幕后推手是点子很多的村长 还有他坚持任用的 泰鲁阁族大厨 一开始他给我理念非常明确 他就是希望做原住民工位产 就是尽量把原住民的元素 加在里面 我们这边叫马哥里 那个汉亚族叫马告 这种这香料 这香料在部落里面 是非常常用的 大家他们直接是拿来食用 那我们就把它改良 把它拿来腌制肉类 泡着它 它大概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放在冷藏泡一天 先整后烤 帮猪肋排穿上 亮丽的焦糖色外衣 让口感外酥内软 再搭配精致摆盘 打破不少人 对原住民料理的印象 印象中可能就山猪肉吧 对 然后就是一大盆一大盆 对 所以它做的比较精致 比较特别 特色 顾客吃的满意 是厨师最大的成就 特别是这一份成就感 得来不易 初期的时候 其实生意是并不好的 非常的不好 每天几乎可能 可以用手指头 算客人的来客吃 所以看到这种 从没有到有的那种过程 一路这样看下来 当然会觉得 很有成就感 也很有感动 跟村长一样 会越来越觉得 做起来就会有成就感 这又让人好奇了 村长从小在新竹的 眷村长大 跟花莲泰鲁阁族 根本搭不上边 他这么努力 是为了什么 我爸在竹东荣民医院 那有一天就是 他们武风卡车翻车 就一大堆原住民 送到荣民医院来急救 那我就叫我妈妈 弄点稀饭给他们吃 煮点瘦肉稀饭 那后来他们就 看我很可爱 就会摸我的头 住院了好几个原住民 都是文面人 我就想说 我来带全班来看 班上 可能班上有些人看他就会害怕 妖怪 妖怪 因为他们看到老人家 我面对他害怕 那我就会很生气 从小对原住民 有特别的情感 饭店出身的村长 一直有个梦想 他想要一个能够代表 台湾原住民文化的饭店 北人家里挂刀子 他们认为得有鼻息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他们住 各位你们今天是村民 一定要挂 挂歪歪的会做 属于他们老人会做 我想老人会跑掉 这样子就会很难 越在地越国际化 我觉得不是只有这里 台湾这种饭店最少要16个 每一个族都要 不过实现梦想的道路 真的是困难重重 放眼望去 坐落在山谷里的几座小木屋 像几个部落 那很不像你我熟知的饭店 不但没有三温暖等高档休闲设施 唯一的享受还是发呆 别看大家现在很喜欢这里 一开始可是连开幕都有问题 时间回到2004年 泰鲁的国家公园公开招标饭店 当时村长也代表老东家领标单 房间数太少 这个不能盖也不能扩建 而且它限制是20年 10年优先10年 那你要砸一些钱进来的话 会觉得房间数不能扩建 万一做起来还是这么几间 而且国家公园本来 它的法律就比较严格一点 当时没有人敢投标 只有一个人勇于尝试 及时亲戚所有也不可惜 因为当时的村长已经58岁 就快要可以退休享亲国了 他却选择创业从零开始 存款还有保险通路退掉 兄弟姐妹投资 还有好朋友也帮我忙 那我是不太敢去找人来投资 都是别人主动问我来帮忙的 因为万一做不起来怎么办 心里也会说对不起人家 那自己兄弟姐妹 他们第一次开口跟他们要钱 好不容易筹到了三千万的资金标下饭店 村长知道部落湾过去是泰鲁阁族的家园 他决定重现部落文化 因为泰鲁阁族是战斗的民族 部落里一定有瞭望台 好防范敌人的偷袭 别看现在村长跟员工的相处 就像家人一般和乐 当初他可是连人都请不到 还必须深入部落找员工 来帮忙接那个谁 妹妹帮忙接 恭喜啊 他就太早生 预产其实太早 所以在医院里面还待了一段时间 这个地方全部以前是泰鲁阁族 文明族群住的 我就全部打文明族群 然后最难的就是从员工开始 我刚开始应征员工 大家都对我不信任 筹备出一年三个月 因为我登报他们都不来 我就经过底下的Seven加油站 只要看到帅哥美女 我就拿名片给他 每天住房地经常零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旅行社 他就跟我讲叫我全包 说你只要管理就好 我每天可以给你客 可是那不是我要的 我不要这么客人 因为我一定要喜欢 对原住民要不要尊重 不因为业绩改变理念 熬了五年才实现当初的梦想 还想改善部落的经济 我的孩子也是一个 是啊 苏佳恩啊 苏佳恩那么瘦 你怎么营养这么好啊 我刚才给他吃好的 他也没吃 都被你吃光了 这个一样啊 他可以去当那个 最优法式的童子 对 真的你说这个是你老婆做的 对 这个是上衣啊 对 借由每天晚会的表演 给部落的孩子打工的机会 没料到却引起争议 小朋友跳舞 最后拿那个小费 他说 他外国人会觉得说 我们在利用小孩子 因为我每次表演的小费 有一半是捐到我一个关怀基金 这到总统教育讲 因为这两个小朋友从小 他爸妈就离异 然后后来爸爸就往生了 就阿嬷在带 村长每月补助你五千块 就包括这两个 那我也问过很多 很多教授啊 他们都说 如果你觉得做对的事情 你就去做 坚持做对的事 让村长在一片不堪好声中 创造了奇迹 这个二十年到了 我也要七十岁了 我也要退休了嘛 另外会成立一个 由原住民组成的一个团队 当地的优秀的员工 来组成 那我可以加个股东 或者在后面做个顾问室内 就让他们做 一 额骨 额骨 他希望饭店将来还给 泰鲁阁族人经营 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 其实我还在想 如果你们有什么好意见 可以给我 就是做一些政府漏掉 忘了办的事情 那我来办 欢迎收看 晋级的台湾 成立才七年的 花莲国风国中 跆拳道队 至今已经踢出 国内外比赛 将近四百面的金牌 被誉为金牌制造机 选手中至少有两名选手 有机会挑战2020的奥运 分别是清澳国手 王晋玉 2014年创下 世界少年跆拳道 台湾第一金 以及2015年 总统教育奖的陈芷蝶 创造这些奇迹的 是两位年轻教练 陈廖霞跟任凤仪 他们为了让 家境贫困的选手们 能够专心练习 都让他们免费 住到家里来 好就近照顾 当中他们第一个 带回家的选手 是陈芷蝶 出身单亲家庭的他 从小是由外婆带大的 家里经济不好 让她对自己很没有自信 直到跟着两位教练 学习跆拳道 才变了她的世界 两段的时候 就是少快一点 只有两段好一点 你听得懂意思吗 衰 衰 衰 要抓你的脚 能看到 准备 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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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觉得最惊讶的是 即便小孩子他批赢了 他下场还是 就是有稍微念了一下 这个是我觉得不一样的 他不会因为你赢了 然后就骄傲了 有几个教练把所有的收入 真的都来养这些孩子 他们没有一群厌别 就一直在栽培 他们一直在栽培 你如果问我 我到底还要不要这样做 那我觉得教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只要他能够坚持开拳道的态度 我就愿意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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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时候踢左脚 我这脚可不可以踢 可以 为什么可以 有人规定一定要踢左脚 还是踢右脚吗 没有 踢吧 就算卸下了国手三份 陈廖霞依旧不减对 跆拳道的热爱 他跟任凤仪共同带领的 国风国中跆拳道队 被称为金牌制造机 因为成军七年就已经踢下国内外比赛将近四百年的金牌 或许你会好奇 两个年轻教练是如何协助还懵懵懂懂的孩子们度金 其实背后藏着一个个弃而不舍的故事 好 来 动作老师 提起来 一 二 三 不只是跆拳道教练 陈廖霞还是个体育老师 来自基隆的他 2005年考进花莲的国风国中 学校已得知他的跆拳背景 于是鼓励他成立校队 每到下午2点半 从国风国中毕业的高中选手 都会回到母校的道馆练习 别看现在选手众多 七年前刚招生的情景 只能用小猫两三只来形容 花莲的这个环境 尤其是原住民小孩子 他的天分真的很好 可是他不知道 第一届报名的时候其实 真的很惨 就不知道原来花莲的跆拳道 这么不兴盛这样 就来报名的小孩子 总共只有四个 然后四个里面 又有两个小孩子 其实练到一半 就有一点点 可能坚持不下去 所以练到后来 就只剩下两个小孩子 然后队两个教练 所以几乎是那个 对one by one的练跆拳道 我没想到原来 跆拳道可以一对一 你知道吗 结果那两个小朋友真的很辛苦 敬礼 握手 谢谢 我们就是这样每天陪他们 练完之后陪他们吃饭 因为怕他长不高 要陪他们读书 怕他们功课不好 在三年后 他们拿下了一个全国冠军 然后全国第二名 然后毕业不到一个月内 又选上了市井赛的国家 无奈的是两个热血教练 虽然成功帮第一届选手奪金 却还是无法改善 招生不足的狡况 以外现实来讲 比如说在体育班的真事 可能会有额满的状况 但是其实我们从97年到现在 今年大概七年的时间 其实每一届的小孩子都不会额满 那其实你就看得出来 其实家长对于体育 自由某些东西 他是有抗拒的 今天的比赛一定是非常公正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产生都是第十之选 为了发掘有潜力的孩子 当时两个人最常做的事 就是像现在代队到处参赛 然后趁机找新秀 好比刚摘下2015年全运会金牌 今天又来小竹总统杯 花莲代表队的王晨宇 就是他们五年前慧眼独具 发现的图 因为其实王晨宇在国小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其实他都有不断的参加 国小最好的比赛 就是全国少年杯 那时候其实他都有得名 他就是没有办法拿到第一名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孩子 就是在比赛当中 他会有很多努力不懈 就有的时候可能 我看到比赛剩十秒 然后我已经所有就 让十秒过了就结束 可是他不是可能在这十秒 他就会很顽强的去做一些 他想要做的抵抗 那种抵抗就是他想要赢对手 然后那种赢对手的感觉 又不是让我觉得说 他是蛮冲蛮壮 他是很有智慧的在比赛 其实在国小阶段 能够做到这些 这么细微的点的选手 其实也不容易 调整一下你打太慢了 不要跟他们这样打 右脚感觉 按摩一下好不好 去找姐姐帮你按摩一下 好不好 由于跆拳道讲求速度跟力量 近身肉搏 受伤在所难免 为人父母怎么会不心疼 我妈妈才中断成语的跆拳路 想说上了中学就专心念书吧 直到一段巧遇的发生 他生古一的那一年 就刚好在一次的新生训练当中 遇到了陈宇还有他的妈妈 他就叫了王陈宇 然后叫我问我说 我是不是王妈妈这样 我说是 然后他可以把陈宇的 就是历年来的成绩 就是一年一年的 就是都记住 他是什么时候 比如第一名 什么时候比了第二名 第三名这样 那我就觉得说 对于一个我不认识的教练 怎么可以 就是他可以这么的 就是了解我的孩子 对 两人用诚意 争取到家长的认同 也帮陈宇开启了烫金人生 加入跆拳道队才五年 就拿到国内外比赛 九面金牌 还有机会挺进2020年的奥运 кая 随便 由其 叫小正前颏 有机会 止 我催 有机癢 有机容易 招招犀利 她是陈芷蝶 永远因为跨拳道 放进了不一样的位置 不光荣有国内外比赛十面金牌 还获选2015年总统教育奖 不过这样的人貌 却是芷蝶从来没有想过的 因为出身单亲家庭 妈妈出外工作 从小楼外宝太大 家里经济情况不好 接扣子的时候房子被查封 晚上得窝在车子里面作业 造成她的个性承诺 还好曾经是她小学班导的人缝仪 发现了她的运动才能 下了课我就会到走廊上去 看一看我的学生在做什么 你就看到她在那个场上 跑来跑去 然后跑超快的 就是这样 然后都跟男生追来追去 这样子跑真的很快 可是她只要一对到长辈的时候 其实她就是会开始 比较没有自信 一 二 三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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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棒棒啊 好 去那边坐好 好 在今天的比赛中 陈亮霞跟任凤仪领军的 跆拳道队 又有了亮眼的成绩 一共进账47面金牌 一 二 三 谢谢 那明天 教练在花莲市的一家火车头餐厅 准备帮大家庆功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心 想要一起来 有 有 张倩允 你这次桌球拿了金牌 然后跆拳道你又拿金牌 双金 让妈妈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太厉害了金牌王 太优秀了 庆功宴上 无论是选手教练还是家长 大家都抛下了比赛时的紧绷情绪 最开心的用餐 但是有一个人闷闷不乐 我想要一起去找阿嬷 因为阿嬷刚好没有在我喝喝 臉太皱了 阿嬷 阿嬷 那边怎么 你知道他刚刚怎样吗 他刚刚就因为你也没有来 然后就是都不想吃东西 然后他就突然我就问 你到底怎么了 你这样比完赛可以放红怎样 他说教练 我可以打电话给阿嬷吗 原来纸蝶想念从小拉 把他长大的外婆 好啦 三纸蝶想念从小拉 这样可以稍微开心点吗 因为杨教练的启蒙 纸蝶从小学三年级接触跆拳道 就展露头脚 还屡屡涌桌金牌 但是半岁出现的庞大培育金贝 已经不是家里能够负责 教练也提出说 是不是让他住在那里 让他专心的 专心的去练跆拳 然后照顾他这样 等于说他帮助了这个孩子 帮助了我 第一个带回家做的就是纸蝶啦 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栽培他 是希望他有目标 以后成为社会的人上人 不见得一定要让他成为什么国手什么国手 那这小孩子他留下来之后 其实他跟我们一起生活 我们有发现他很多生活上的习惯是可以去帮助他的 因为那小时候就是家里都很忙 然后妈妈 阿嬷可能没时间管理 然后就可能放完在家里边 这个衣服可能没有换啦 阿嬷可能就是自己随便洗一洗 然后隔天用出那个电风扇吹一吹之后又开始自己穿 可能那几天就可能在换一套衣服这样 然后教练其实就是发现这个情况 所以就是把我带到教练家这边来 然后其实阿嬷跟妈妈他们其实也比较轻松 就小时候没有打扁钢 可以的 阿嬷就好这样 可能你现在扮演的或许就不是教练这个角色 然后你要去当一个妈妈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角色感觉很多元 是因为除了当慈母又要当严妇 像纸蝶一样家境困难的选手其实不在少数 于是陈廖霞跟任凤仪都让他们免费的住到家里来 好集中照顾 至今已经照顾将近二十个孩子 我们必须培养他除了白天好学生的身份 下午选手的身份 然后晚上可能要回到家里 也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任 我会把该做的事情要跟他们讲 然后他们就要自己去找空闲的项目 然后去帮忙做我们的一样的事情 像刚刚就有人赶快先洗衣服 然后有的就帮忙洗衣服 晒衣服 然后一直就准备教练 等顺利就准备 我可以吃世界金牌切的水果吗 由于学校不是盈利事业 两个人任教的收入也有限 当中任教练为了专心照顾对上的孩子 还辞去了稳定的小学教师工作 付出的心率真的难以计算 你如果问我 我到底还要不要这样做 那我觉得教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多少少人家会觉得 对啊你多做多错啊 还是怎么样啊 还是啊你做那么多啊 你管那么多啊你管那么细 但是我觉得那是要坚持啊 因为如果我们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 你就要去朝对的方向做 如果我真的遇到能够帮助 需要帮忙的小孩子 就是再苦我自己都要忍耐 基本上如果该花的 比如说这个小孩子有一件对付 那每个小孩子都会有 我绝对不会让有一个小孩子没有 对啊我觉得就不会再去讲 钱这个问题这样 好 注意好了啊 不想去计算付出多少 是因为他们深信一个真理 爱能潜移默化 练台拳到时候可能就个性在很大改变 可能比较大方 大方一点然后比较变得比较有自信 然后就以前也不可能像这样 推着附影机这样一直这样讲讲很多 很希望的是小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希望他能够有梦想去挑战他的极限 那极限我不知道他能做到多好 就像陈宇他们有办法达到轻傲的国手 子蝶有办法当选总统教育奖 他们简直都在做一些大家的梦想 那我希望不是只有他们为了跆拳道的梦想而努力 而是他们可以用这些态度 去影响对上的每一位同学 你有没有最崇拜谁 我们这一位 真的 为什么 因为很帅 世界冠军 第一个是什么 第二个 第三个 好 来 預備 踢 起动 踢 有没有看到 来一次 踢 起动 踢 各位 踢 每一堂课的结尾 陈廖霞总要选手们附送这一段花 跆拳道的要怎样 有礼貌 对 所以练习的时候要知道要有礼貌 练完的时候 在学校的时候都要分动别人 不是踢到金牌就怎样 眼睛长在头顶上 他相信孩子们学会了武术 也牢记武德 如此一来 台湾的跆拳道教育 就能够深圳质壮 我刚才讲说 名次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于你的心态 相信自己 对自己的一份荣耀 你说跆拳道能帮助他们未来 能够做到什么 其实我可以跟各位家长讲 各位观众讲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态度 就其实现在学什么都需要态度 今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花莲后山的一个个感人故事 他们不因为城乡差距而放弃努力 反而更积极更认真的迎向挑战 您是否得到些启发呢 这些都是平凡人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敬节台湾 感谢今天的收看 我是廖婷娟 我们下次再会了 我是廖婷娟 是很简单的 是很简单的 最好的看着 是很简单的 为了百分之后 我们战略在山里面 但是在古典疫情 还能遮动 Membr went 到免疫情